可以听到我吧 好可以 然后现在slide也是正常的对吧 对 好的那我就开始了 好的 就是人类和其他动物 我们经常需要在不能够完全知道 所有的选择的结果的情况下 做出决定 比如说我们作为研究者 经常需要选择一个项目来进行深入 而且我们也只能观测到 我们从事了这个项目的结果 不能够去了解 其他我们没有做的项目 是否会有好的发现 然而在我们整个职业生涯中 我们也需要去权衡利用于探索 去利用我们熟悉的项目 和探索新的潜在的 有成效的研究方向 在神经科学和心理学 这样的持续决策 通常会使用多比老虎鸡 这样的范式来进行研究 多比老虎鸡这个名字 来自于想象一个赌徒 面对一排老虎鸡 这个赌徒必须要决定 要玩哪台老虎鸡 在每个troll里 也就是每个试次里 赌徒先要做出决定 然后得到他们选择 那台老虎鸡的结果 有没有奖励 他们的目标则是 在一定的试次里 比如说15次 获得最大的总奖励 在这个例子里 背试在第一试次里选择了第一个老虎鸡 并且得到了奖励 背试可能会继续选择第一个老虎鸡 但这次没有得到奖励 因此我们通过去选择每个选项 之后去观察它是否产生奖励 来学习它是否经常产生奖励 我们将这个多臂老虎鸡的里的行为 分为了两个部分 学习和决策 学习部分考虑了背试以前的选择和结果历史 并且估计了对不同选项背试的当前信念 但是人们对没有观测过的选项 会有什么样的信念呢 例如选项二或者选项四 这里我们使用了背试框架 来建模关于奖励率的鲜艳信念 例如一个人可能认为 老虎鸡总体是不倾向于产生奖励的 所以他认为没有选择过的选项 有较低的奖励率 决策部分则使用了学习模型的估计 并决定选择哪个选项 例如背试可能会决定始终进行利用 就是选择最高估计奖励率的选项 在这种情况下 他会选择选项三 目前就是研究还没有定论 人类在一个存在不确定性的环境里 是如何学习 以及权衡探索与利用 我们这个项目的主要兴趣 是对之前在多比老虎鸡 以及其他行为学实验中 发现的特异性进行研究 例如人类在多比老虎鸡的学习过程 是更好的被理想的贝耶斯模型描述 还是可能是一个错误的模型 比如错误的假设 奖励率是在变化的 人类的决策模型 是否和最佳决策模型符合呢 还是他们会更加随机的进行探索 以及人类对奖励环境的信念 是否和真实情况相符 还是他们会有一个乐观或者悲观的偏见 这里我们招募了107名本科生 作为被试来参加一个四比老虎鸡的实验 其中每个游戏中的奖励率 在实验中都不会变化 保持同一个数值 被试者也不知道这个奖励率 我们控制了四个比的奖励率的均值和方差 生成了四个奖励环境 每个环境都对应了一个特定的β分布 作为鲜艳分布 四个比的奖励率都是由同一个鲜艳分布进行采样的 受试者在每个环境里玩了50场游戏 每个游戏进行了15个试词 这是一个在高峰度低方差环境下的 四个老虎鸡的奖励率的一个例子 与低峰度相比 高峰度的环境的奖励概率倾向于大于0.5 与高方差相比 低方差是指着四个奖励概率更倾向于比较接近 因此我们使用2x2的实验设计 生成了四个奖励环境 这个实验的演示性情节是一个冰调游戏 我们的目的是让被试者理解这个设置 并且表现得更像他们在现实生活中的行为方式 我们告诉被试者他们会去到四个不同的湖 这里对应了四个不同的奖励环境 每个湖中都有50个不同的营地 分别对应的是不同的老虎鸡游戏 在每个游戏中 被试者都要在四个钓鱼洞中进行选择 分别对应了多笔老虎鸡的四个壁 每个游戏中他们一共可以做15个选择 每次选择要么钓上一条鱼 要么没有鱼 在实验中被试者被告知 四个湖的鱼的风度 以及每个湖中各个钓鱼洞的风度的差异性都不同 这里展示的是一个实际实验的截图 四个面板对应了四个老虎鸡的壁 也就是四个选项 被试者通过按下按钮来进行选择 实验过程中 被试者可以看到四个选项的 每次选择的总的历史结果 绿色的圆圈代表获得了奖励 红色的圆圈代表没有获得的奖励 我们通过这样的实验展示呢 是想去减少被试者对于工作机的需求 也减少工作机的个体差别 带来的行为差别 在被试者开始每个奖励环境之前 我们都会向被试者提供一些 他们关于他们即将要进入的环境的信息 信息通过这样一个捕鱼报告来展示 这个报告展示了20个数字 分别代表了在这个湖中 随便选择20个钓鱼洞 并进行10次尝试捕获的鱼的数量 除了这20个数字之外 我们还以文字方式高知被试者 即将要进入湖的封度和封度的差值 例如这是一个高封度低防差的环境 我们向其中32个被试者 进行了额外的提问 在每个游戏结束之后 我们要求被试者估计他在这个游戏中 没有进行选择的选项的奖励概率 例如在这个游戏中 这个被试一次也没有选择第三个选项 我们就会问他说 如果你从这个钓鱼洞中钓十次 你期待钓上来几条鱼 根据这个自我汇报 我们发现人类低估了这个汇报的鲜艳期望 外轴表示了鲜艳分布的均值 柱状图的四个柱对应了四个奖励环境 曲线表示了环境真实的奖励概率期望 我们发现除了在低风度低放弹的环境中 在其他三个环境 尤其是高风度环境 被试者显著的低估了奖励概率 那么人类在这项实验中的表现如何呢 这个图展示了被试以及两个模型 获得了平均奖励率 随机模型是在这四个选项中均匀的随机选择 最佳策略模型计算的这个任务中最大可能获得的奖励 在所有四个环境中 被试者显著地高于了随机模型 并且接近最佳策略所能获得的奖励 这也说明了被试在实验中经历了比真实奖励率均值 还有高的奖励率 因为他们获得了比平均模型高 所以在他们得到了直接和间接的关于奖励率的信息之后 他们还是存在了这样一个低谷的偏差 那么我们就很好奇 人类是怎样在存在这样一个偏差的情况下 能够获得如此好的总奖励呢 为了更加深入地理解人类行为 我们接下来采用了计算建模的方法 我们考虑了两个贝益斯学习模型 动态信念模型DBM和固定信念模型FBM DBM和FBM都假定 假设律是服从一个鲜艳分布 并且奖励是服从伯努力分布 FBM假定游戏中的隐藏的奖励率是固定的 这与实验设置一致 所以是理想的贝益斯模型 DBM假设奖励率可以随时间变化 因此当前奖励率与上个试词相同的概率是γ 从信念分布中重新采样的概率是1-γ 因此较小的γ值对应了较高的环境不稳定性 当γ等于1的时候 DBM简化成FBM 在预测奖励率时 FBM使用了贝益斯公式来估计奖励率 除此之外 DBM还在每次实验中加入了鲜艳分布 这导致了持续的鲜艳偏差 给定不同的鲜艳分布 两个模型对奖励率的估计都不同 这也就改变了选择行为 因此我们可以使用被试者的行为数据来推断被试者的鲜艳信念 通过看哪个鲜艳分布所产生的行为与人类数据最匹配 最初DBM的提出是为了解释人类的序列效应 这个效应描述了即使局部的趋势是偶然出现的 只要它加强了刺激历史中的局部模式 人们就会对这个刺激做出更快速更准确的反应 以前的研究发现 与FBM相比 DBM可以更好地解释各种行为任务中的人类行为 这意味着即使实际实验环境是平稳的 但人们仍然倾向认为这个环境统计数据正在发生变化 我们也对比了Base模型和简单强化学习模型 而W模型 这个模型之前的speaker都有提到 这个模型在神经科学和心理学文献中很常被使用 我们使用了知识T2KG作为最佳策略的近似方法 因为它的计算成本比较低 它的价值函数包含了当前估计的奖励率 知识增益和剩余的十次次数 我们将KG与SoftMy角色模型进行了比较 SoftMy模型通常用于多比老胡基的建模中 SoftMy通过对当前估计的奖励率乘比例的分配选择来进行探索 由于我们的模型具有不同的数量的参数 我们进行了十次交叉验证 进行模型比较 避免过度拟合 外轴是平均每次 十次的自然值 这里是越高越好 曲线表示了盲猜所获得的值 我们发现 假设非平稳性的模型 DBM预测人类行为比FEM或者RL更好 这个结果表示了 人类被试者高估了奖励的不稳定性 SoftMy比知识梯度更好地预测了人类的行为 这也意味着人类使用了更简单的决策策略 接下来我们将这三个模型估计的鲜艳均值 与被试的自我报告进行比较 鲜艳均值是这三个模型中每个模型的自由参数 我们将它和其他模型参数一起估计 虚线表示了真实的环境鲜艳平均值 我们可以看到 由蓝色表示了DBM估计的鲜艳均值 比其他两个模型更接近有橙色表示了 被试的自我报告 这是一个额外的而且独立的证据 表示了DBM可以更好地补助人类行为 并且与被试的报告的结论一致的 我们发现了人类低估了鲜艳的奖励期望 那么为什么人类被试者会系统的低估奖励率呢 我们使用各个模型的平均理和参数 来模拟选择和结果的序列 除了我们将鲜艳分布的均值设置为0到1 我们计算了不同模型所获得的总平均奖励 外轴表示了每个试次平均获得的总奖励 我们看到当假设的鲜艳均值 接近于真实的鲜艳均值的时候 FEM和KG表现得最好 如图中虚线所示 然后当用SoftMac代替KG作为决策模型的时候 模型在假定鲜艳均值低于真实鲜艳均值的情况下 表现最佳 这个结果表明可以通过低估的鲜艳均值来部分补偿 使用更简单自由的决策模型像SoftMac 如果我们将决策策略保留为KG 但是使用DBM而非FEM作为学习模型 也可以比真实鲜艳均值低的鲜艳均值获得更最大的总奖励 这意味着DBM做出的错误的非平稳性的假设 也可以通过较低的鲜艳均值得到补偿 现在将DBM和SoftMac放在一起 蓝色曲线显示了DBM和SoftMac所获得的总奖励 这也是我们发现最符合人类行为的模型 它在鲜艳均值为0.2左右达到最大值 远低于FEM和SoftMac或者DBM和KG的最佳鲜艳均值 这里这两个菱形在S轴上表示了DBM和FEM 估计的鲜艳均值 在Y轴上表示了人类实际获得的奖励 蓝色标记位于蓝色的曲线上 这说明DBM和SoftMac预测人类所获得的奖励 要比FEM更准确 此外DBM和FEM的最大总奖励非常相似 当决策模型是KG时或者是SoftMac 尽管DBM对非平稳性有错误的假设 这个结果表明当假定的鲜艳均值降低时 对不稳定性的高估不会损害所获得的总奖励 到目前为止我们已经发现 较低的鲜艳均值可以补偿使用DBM而不是FEM 使用SoftMac而不是KG的情况 但是为什么较低的鲜艳会帮助获得更多的奖励呢 我们有一个观察结果是 针对这种老虎机任务 KG以及最佳策略在当前选项获得奖励后 不会转移到其他选项 但是正如图中所示 使用SoftMac或者DBM会引入较高的转移率 而使用较低的鲜艳均值会阻止 从一个正在给奖励的选项中转移开 现在我们知道较低的鲜艳均值会降低获胜后的转移率 接下来我们看看具有较低的获胜后的转移率 可以得到多少更多的奖励 这里我们仿真了一个混合模型 这个模型仅在每次获胜后 用较低的鲜艳均值替代真实的鲜艳均值 我们发现较低的获胜后的转移率 几乎可以解释真实的鲜艳均值 和较低的鲜艳均值之间所获得的奖励的差异 我们还发现仅对之前选定的选项 使用较低的鲜艳均值会损害总奖励 然而对三个未选择的选项 使用较低的鲜艳均值会进一步提高总奖励 这个结果表明对所选选项的相对乐观 可以帮助实现近乎最佳的总奖励 但是我们没有找到证据表明 人类被试对所选选项和未选选项 使用不同的鲜艳分布 然后总结一下 我们发现了人类在多比老虎机中的学习 和决策的三个错误 首先人类低估了鲜艳的奖励的概率均值 这个结果是由被试者的自我报告 和故意的模型参数来支持的 其次人类采用次右的策略 即操卖策略比知识梯度策略 更加能够解释人类行为 第三人类高估了环境的不稳定性 因为假设非平稳性的模型 可以更好地解释人类数据 最后将它们放在一起 我们发现这三个错误构成了一个对的结果 低估的奖励概率可以补偿使用简单策略模型 和对不稳定性的高估 这三个错误可以带来行为的灵活性 因为与FBM相比 DBM更具有适应性 而Softman也是一个更加通用的决策模型 我们还获得了计算的效率 因为Softman计算比KG要容易很多 但是DBM的精确计算成本比较高 这也是我们要展示的最后一个结果 就是我们可以通过指数滤波很好的金色DBM 我们实验室在先前的工作上证明了 DBM和类似于RL模型的等效性 我们称这个模型为PBLL 这里我们展示了RL模型和PBLL模型的学习规则 除了从预测错误中学习之外 PBLL还向选择的和未选择的所有选项注入了持久的鲜艳偏差θ0 并且PBLL这样的学习规则是可以被脑神经元实现的 通过独立估计这两个模型 并且比较相应的拟合参数值 我们还在数据上验证了DBM和PBLL的等效性 如同所示 我们是由两个模型获得了相似的参数 这一结果也为类似RL的模型提供了规范性模型的基础 好 谢谢大家 然后友情为我老板做一个宣传 我们祖先正在招伙后 然后报告中的一小部分结果之前在会议中发表 好的 时间控制得非常好 然后达林现在在美国加州 然后这边早晨7点还不到 然后现在非常不容易 大家有什么问题吗 好不好忘了鼓掌 非常非常精彩 运哲你先吧 好 达林你醒了吗 不太醒 我问一下就是我有两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说 你这边的DBM或者PBLL的model 它跟Common Filter的一个最主要区别就是 这边的这个RLmodel它也考虑了 对于那个就是就是Counterfactual的updating是吗 嗯 是这样吧 就是其实我们这个DBM或者说PBLL 是针对一个离散情况下的一个Dynamic Model 其实就是你根本上和Counterfactual是同样的 只不过我们考虑的是Discrete Change Point 而不是一个连续的变化 然后它的Uncertainty这边在哪里啊 在G是吗 在GT这边是吗 嗯 就是现在这个近似的话 只近似的均值 没有对阳色人体进行计算 我们有就是类似的情况也可以对阳色人体进行一个类似的更新 就是update rule的一个近似 但是在这篇文章中我们没有放 所以这边的DBM就是Counterfactual在那个Discrete的情况下的一个扩展 或者说一个改变 你可以认为是那样 和那个Burhan有一篇paper里边的是一样的 只不过它是相当于它的那个volatility rate是一个variable 我们这里认为是一个constant 然后这边你比较了 只比较了softmax 我想问一下你有比较过那个就是UCB吗 因为毕竟 有比较 嗯 就是其实基本上想象 能想象到我都比较了 都没有只用softmax好 这里边其实就是我们或许也在继续做 其实我们想想做的一个一个说法 就是说其实我们发现softmax 其实是把其他一些directed exploration 全部的variants全部都takeover了 嗯 而且在BunnyTest里边 其实uncertainty和reworry是很highly correlated的 因为因为这个东西就跟Wilson当年的 嗯 对 他那个时间设计 对 就是他那个时间设计是相当于很好的去区分浪次正题和reward risk 但是在一个classical binding task里边这两个是非常correlated的 所以你可以想象model有的时候他不能区分他到底是directed exploration还是这样一个成比例的 exploration 对 谢谢 哦 我那个答应我的问题是 就是你刚才第三个结论就是你三个错误的 然后刚好就是能够在人上就是刚好就达到了一个maximal reward的那个 但是如果你就是你前两个我我我我我没有什么问题 但第三个就是我在想这个normative的解释是什么 就是相当于你是在说本来这个environment不变 但是我们人假设他在变 那这样这样对对就是这个 但是从总体来说比如说之前 他们说的就这个probability reversing task 就我们人假设他变还是不变 其实是取决于就是整个的你那个task环境或者那个 就是在某种情况下我们假设他变是好的 在某种情况下我们假设不变是好的 但是你现在就统一就是得到这个结论 所以我在想这个normative的解释是什么 我觉得是两方面吧 一方面即使你知道这个task他没有变 但是你可能不能控制你自己的行为 所以即使我们就告诉了卑视这个task没有变 我们也经常会发现就是用这个变的模型 能够更好地解释他们的行为 然后这个normative我们想的是两方面 一方面的话当然这都是推测没有任何的证据 就是说我们人类生活在一个变化的环境里 可能我们的行为方式或者我们的大脑 已经习惯了这样一个永远在变化的环境 所以我们总会去表现到这个环境在 仿佛这个环境在变化一样 另一方面包括像我这块也做了一个claim 就是说如果你做这样的一个假设 你更具有适应性 就是在你不知道这个环境到底变没变 如果你去了SIM它变 你的行为更具有适应性 Flexibility就是这个从进化的角度来说有这个优势 然后我们这个项目呢 相当于就是额外做了一个claim 就是说你去假设它是变得不会损害你的表现 你的行为 就是你不会说会得到特别少的reward 你只要去把你的explication去降低就好 达林你好 我有一个问题 就是也是跟刚才的问题有点相像 就是说如果在实验过程中不断的提醒被是这个reward 没有变的话 他们有没有做过这样的一个对比 就是强制它相当于从某种程度上强制他们相信 现在的这个reward 就一般实验是其实一般就是相当于给个instruction 然后让就是告诉他们 或者有的时候也没有告诉他们 而是让他们去自己感觉 然后我不知道有有哪个sady会去强行去告诉他 但而且其实即使你一直在强制告诉他 他也不一定信 对这里边其实如果你去assume 它是adaptive的话 就是你去看RL模型的话 相当于它会近似于RL模型的一个 相当于exponentially forgetting 相当于你会去不去使用 比如说十个trial以前的data 就虽然你觉得可能他assume这种changing是非常不合理 或者非常奇怪 但是如果你去从行为角度来说 他们不去利用很古老的信息 其实是很合理的 我第一次就是说 因为你claim是相当于是三个 三个suboptimality能够合起来 得到一个类似的sop 如果我们强制控制其中一个的话 他能不能就switch到另外一个 更optimal的 我明白 我明白你的意思 但我确实就是目前没有想到 就是实验上如何去验证 就是其实相反的 更容易验证一点 就是把这个环境设置成changing的 好谢谢 咱们还有时间 三分钟的时间 来具体的 然后大家还有没有其他的问题 我有一个小问题 就是这里面 因为这里面就是说 揭示了我们背识群体的三个偏差 我在想这个能不能推广到整个human 因为我觉得我们psychology里面有个很明显的一个weal 的问题就是一般的会用大学生来做做实验 那么这个真的能不能推广到其他的群体 是不是要再考虑一下 我们就是同样的模型有做过depression anxiety的subjects 我们就是其他几个我们没有进行比较 就是最后一个claim 我们在depression和anxiety的群体上也验证过 就是human overestimate environmental volatility 包括这个stop signal task和bandy task 对但确实就是 这个generalization这个claim太大了 并不是很好 并不是很容易去去验证或者怎样 谢谢 我们也有做过就是儿童青少年的 然后其实挺有意思 我们去发现就是 他就是年龄越大 你去assume这个volatility的 相当于这个base factor越高 这个概率越高 就是反而小孩是认为这个环境是不变的 对对对 这个这个挺有意思的 因为因为我也想着就是说 会不会跟个人的那个经历会有关系 比方说他之前经历的这种变化很多 他可能就会overestimate 好看大家还有没有其他的问题 Q6一个问题 然后这位Pia公同学 你想我给你念还是你自己来问问达林 有一个问题是说这个softmax approximation的机制是什么 就是他试图去逼近什么 然后他降低了哪一块的computation cost 其实他没有没有什么approximation 他就是一个自由的模型 我至少不知道有任何理论验证去验证他的 比如他的approximation 他就是一个相当于自由的模型 但他平时就是empirical的表现还不错 然后他降低的computation cost 其实是在这个knowledge gain上的 就是如果是optimal model或者是这个KG 他会去去计算一个我如果去 我如果去探索这个选项 我能够得到多少的未来的期望的奖励 或者像这样一个knowledge gain相当于就是一个 我能够得到多少更多的信息 而softmind没有进行这样的计算 他只去用了这个current estimate reward rate 这样的一个value的话其实就可以通过RL模型 包括我们之后的PPRL模型进行计算 而像knowledge gradient或者optimal model的话 你可能就需要去相当于去计算 这个posterior variance就相当于是 这个后焰分布的方差 然后你可能就需要去进行forvation的一个learning 所以其实通过学习和决策两方面 他都有所减少计算 好的 我觉得这个解释的非常非常非常清楚 这个现在咱们已经到十点钟 北京时间十点钟了 然后咱们现在